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微友们都提出了哪些问题 好 我知有一位微友名叫流年星空 他说就是自己总是睡不踏实 就有点声马上就醒过来了 然后上医院也看了 医生说是这个神经衰弱 他想问问吃点什么比较好 这睡眠太重要了 这个有几年我也是有一点声音 我就睡不着 就睡不踏实了 是吧 其实说句实话 我现在都是这样 有时候比方说从我们沈阳演出去大连 这一路上其实大家都听见我在打呼噜了 但是其实他们说什么 我跟他们打过赌 我说我这一路 他说你打呼噜睡着 我说我没睡着 你们这一路上说的什么 我都能给你们背下来 就睡不时 这样吧 跟大家说一点 还是跟吃有关的东西 节目本质嘛 对吧 首先兴奋刺激的食物不能吃了 什么叫兴奋刺激呢 腌的酒啊 茶啊 不要碰了 咖啡我是一口不喝的 辛辣的东西很多 葱 姜 蒜蟹酒这些东西 能少吃尽量少吃 不要吃太多 这个再有呢 失眠的人大多数 我们叫阴虚火望 血虚 所以刚才我提到的 葱 姜 蒜蟹酒 叫第五荤 少吃点 都是热性的东西 再有呢 就是不要吃太肥腻的东西 终于讲 胃不合则卧不安 你到晚上吃太油腻了 吃太多了 不好消化 这就没法入睡 您这说了半天 都是哪些不能吃 那能吃什么呢 我看您跟莫凡一样 都是惦记吃 我们俩吃货 这是 我给您提前一种食材 什么呢 龙眼肉 龙眼肉 龙眼肉是这样的 药房里有卖的 卖干货的 干鲜水果的地方 也有卖 怎么都可以 买完了之后呢 怎么吃呢 大家到我们电子菜单里 你就搜龙眼肉 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营养菜 那都是我们为大家搭配好的 行不行 行 有吃的 我就放心了 那这位朋友 您就赶紧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到我们的电子菜单里 去看看吗 还有其他问题吗 还有 我这儿有一位朋友 他叫做这个易南飞 他说了 今年70岁 是一名男性朋友 最近半年 企业次数就越来越多 然后非常的影响睡眠质量 现在白天都没精神了 想问问老师 这种情况应该吃点什么比较好 哎呀 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别说70岁了 我身边有不少都这样 是吧 而且都难以启齿 就都不好意思说的 这是因为什么呢 肾气不足 人的衰老 就是肾气衰退的过程 我给大家推荐一道小菜 叫猪小肚汤 一个猪小肚 弄点莲子肉 弄点芡食 20克 弄两片陈皮 煲汤 就一点都不能上 这道菜干什么呢 不脾故肾的 它最重要的作用 能够散于缩尿 吃的一周左右 我估计应该会有一些变化